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把他们的欧盟拉到最高 但是等到有危机 等到有事件发生以后 你就会发现他们就是个人至少门前写 他们不但个人至少门前写 也不但是修管他人往上窗 他们有的时候还会落井下石一下 这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的盟国 他们所做的事情 因为当意大利爆发了 它的非常严重的疫情的时候 意大利向欧洲的相关的国家寻求协助 也就是他的欧盟的 这个所谓的欧洲大家庭的这些国家寻求协助 那寻求协助中不得到 怎么办呢 他转向中国大陆 向俄国提出他的协助要求 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还在抗疫很艰难的时期 中国大陆就想方设法 把他能够提供的物资送到了意大利去 特别是当这个抗疫已经看起来 已经控制住疫情了 控制住疫情了以后 中国大陆的物资就开始送过来了 不但是医疗的物资口罩等药品等 专家小组也都进来了 有经验的在第一线作战的这些专家小组 他们都进来意大利去帮助意大利 俄国也在这个时候 一架飞机一架飞机 把他们能够收集到的物资也都送过来了 所以不管是俄国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对意大利的援助就一车一车 一个飞机一个飞机 这样送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法国人开始受不了了 法国人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媒体就开始说 中国大陆 第一个他们的数据不可靠 接着看起来中国大陆的数据 越来越可靠 也就是因为他已经开始 慢慢的都在解封了 人员开始流动了 开始复工了 这个时候你看到法国的媒体 尤其是国家的媒体 广播公司 就开始 因为他一贯的任务 他几乎对大陆的报道 绝大部分都是采用负面的报道 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 他就开始说 中国大陆现在要搞口罩外交 他们要利用各国的疫情 然后给世界各国 然后来去分解欧盟 所以欧盟你要当心了 你要当心这个中国大陆 要裂解欧盟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多次的告诉欧盟 他们希望是欧盟是团结的 明白要裂解欧盟的是 美国的总统川普 美国的总统川普 他说我最讨厌欧盟 我就是希望欧盟裂解 他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欧盟 我希望你裂解 所以当英国要脱离欧洲的时候 川普是最支持的 川普不但支持 他说我可以跟你英国 赶快先签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然后你赶快脱离欧洲 川普来讲 他也希望东欧 南欧的这些国家 都脱离欧洲 不要成为欧盟 这个是川普 明明白白白的 可是你没有看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 广播公司 一直在批评川普 没有 但是呢 中国大陆一向就是主张欧洲 欧盟应该要团结 但是欧盟自己不团结 因为当意大利向他们求援 他们没有给很多东西 然后接着呢 他们就开始封锁边境 很多国家对意大利封锁边境 那在封锁边境的心理下 意大利都觉得很难堪 就是说你既然又不给我东西 又封锁我边境 那你不是要我意大利 一向自身自灭 所以当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援助到以后 对意大利人来讲 他们的内心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好 现在看起来欧盟的这些国家 开始紧张了 因为像东欧的南欧的 以前的南斯拉夫的这个国家 他们本身中国大陆援助也到了 而且很积极的帮助他们 因为中国大陆跟他们 本来就有很深的关心 很深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总理亲自到机场去接待 这个医疗队 医疗队已经开始展开工作 在协助他们那么控制疫情 欧洲 欧盟的一些相关人士 已经开始受不了了 例如说欧盟的这个所谓的外交官 欧盟的所谓的高级外交代表 就开始说了 你要防止中国大陆的阴谋 中国大陆要劣结我们欧洲 中国大陆要利用这个机会的疫情 然后来去分化我们的欧洲 这个就是这个 你看他们的欧盟的高级外交代表 是这么说 你一个整个欧洲都陷入严重的疫情 法国自身难保 德国还行有余虑 还帮这个接待法国的重症病患 接待意大利的重症病患 人家德国人都保持安静 就想办法解决这问题 德国人的死亡率最低 德国人的医疗最发达 德国人还想尽办法去帮你法国人处理重症 帮你意大利处理一些重病患 但是在这个时候 欧盟的这个高级外交官却在搞政治 结果呢 当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一口向中国大陆要了十亿个口罩 要跟他下了订单 买了十亿个口罩 所以要派法国的军机 那么一架一架的去把这些口罩 运回法国本土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同时在提醒 接受意大利的四家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不要忘了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欧盟 我们也给了他50吨的医疗的援助 你们意大利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给你200万个口罩 我们也给你们很多 我们并不是没有帮忙 然后中国大陆 我们一开始有给他援助 所以他现在的回馈 言下之意就是应该的 他的意思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他没有明讲 然后他说我们要担心 我们要提访一些境外的国家或是势力 当然他没有明讲说是中国大陆 或是俄罗斯 那么对欧盟的这个疫情的分化 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 自己国内的抗疫还很严重 自己国内的疫情还很严重 然后目前来讲还没有很大的成效 而且情况是越远越烈 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他们满脑子还是有政治 他们不想说我先把我的整个问题解决 我们再来想别的 而且好好的来看一看 未来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 还有很大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整个疫情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后 你怎么让这一些受到疫情冲击的 这一些国家 他的经济能够恢复他的活力 这个还需要很长很大的一个工作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看到这一些国家到目前为止 每天满脑子担心的 还是说中国大陆对欧洲的影响 可是他忘了 美国总统 他甚至就是希望欧盟分裂 但是欧盟的这些国家 对于明明白白的要欧盟分裂的美国 却抱以非常大的热情 但是对于一直支持欧盟应该要团结的 中国大陆 却抱以非常大的敌意 这是非常奇怪的心态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在于 我觉得 多少都有那种种族上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过去几百年来 亚洲衰败 中国衰败了 但是现在中国整个慢慢在崛起了 我觉得他们的心态产生了一种不平衡 其实几千年中华文化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 就是非常的灿烂 中国是世界的大帝国 中国是世界的强国 也是走了几千年 所以欧洲国家 尤其是欧洲的 在短暂历史中 曾经成为强国的这些国家 心态改变一下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那月圈 我在无事觉醒